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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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班的時間真的蠻忙的 所以我都必用每天早上跟晚上 每天早上跟晚上 就是開車的那一小時的日程中 我都會一直反覆的聽老師的廣修課 或是輔導人家還有蔡米曲 就是地址龜 那都覺得收益蠻多 那有時候覺得心靈很難照的時候 聽這些課程 真的覺得心靈很平靜 然後我就可以充滿能量的 每天接受工作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就是都很心靈的部分 你的問題是什麼 我的問題是 就是我自從就是修上了超馬的課以後 我覺得我每天就是都過得蠻精神的 我很怕會犯錯 以前的話會有 過得蠻什麼 會有戒身恐懼 就是讓他自己會 犯錯 對 但是以前 以前就是我 我其實接觸上西國教 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但是之前就是 就是蠻純心 不會那麼 那我之後就上了超馬課 然後我再聽網路過學 還有在就是學習做心法 我反而覺得就是自己 可能也是 因為工作反覆 我都覺得就是 會有戒身恐懼的心 就是很怕自己 你的問題是什麼 反正我問你的問題 我的問題就是 我常覺得心很不安 然後我就是 就是會一直反覆的上課 還有心意大 那我先問你 我先問你 你的如法實修的如法 入了多少 入了多少percent 沒有全部百分之五十 這就是問題所在的 你的百分之五十還有折扣的 知道嗎 所以當你沒有真的很實際的 在運作的時候 然後你又知道是對錯間 重要性與否 所以相對而來的這種 這種對應就在你身上上演 你會覺得有一種 這個 這個 應該是來自靈魂 靈魂的吶喊 是這樣子 所以轉換成 變成你感受到 好像是有點形成不理 是這樣 所以我的建議是 你應該把你的這個 務實的這個 該要做的把它做到 那至少 你的地址規 應該要先 落實到你的日常生活中 這個有沒有落實啊 我是聽音檔比較多 我聽音檔比較多 我比較沒有 聽音檔 不是只有聽音檔 聽了音檔也要落實到你的生活裡面 好 聽音檔是一回事 聽音檔是你要接收訊息 那接收訊息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要把它 落實到你的生活裡面 對吧 調整你的生活 是這樣 好 我會聽話照做 聽音檔聽多了 都沒動 越聽心越慌 因為那麼多重點都沒落實到生活裡面 這樣了解嗎 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